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要建立多层的EIT的体系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来建立出多层的框架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就拿这个Scribble 这个涂鸦的程序来做个说明 那么在上个小回合当中 已经帮你解释过 就是首先呢 帮你复习的EIT的多层的结构 那么也稍微介绍的Scribble 这个涂鸦这个程序的基本的情况 基本的用法 那么本节为了要来说明这个实际的程序的代码 所以呢我把它做了一些简化 OK 那么就把这个功能呢简化成呢 它只有记录这个线条的起点跟终点 也就是你的笔的啊 这个啊 档跟Move的这个过程 而且记录的它的时间啊 然后可以重新的播放 所以我把功能简化到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功能 就是记录所画的这个过程 以及它的发挥的时间啊 让它可以重播啊 就这样子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这一个新的单元 这个新的回合呢 就是来探讨 来说明这个涂鸦程序 这个范例的架构设计咯 所以呢 在这一个架构设计当中 我们把它分为两个小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跟我们在上一个单元 五指旗的过程是一样 我们先从类的造型出发 也就是应用传统的OOAD 这种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 来建立我们的这一个类的图形 叫做class diagram 叫做类图 所以我们在这里 这个小的回合 我们准备进行 前四个步骤 就是建立出 这一个类造型为基础的 这一个model 这个模型 也就是找到 寻找出来 这一个scribble 跟dwpoint 以及paint 或者是painter 或者是以及color 这四个类 这四个类 加上了 它要画的这样的一个 屏幕的视窗 这样子先找出来 这些基本的类 这就是OOAD的一个产出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继续运用EIT造型 来针对这个I 来凸显 这其中被隐藏的接口 被隐藏的接口 那么先透过这个接口 来建立出单层的框架 之后 之后再建立草草类 来产生 两层的EIT造型的结构 之后 再基于这个 两层的EIT造型的结构 来支持呢 建立两层的框架 那么在这个框架的体系之下 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这个Scribler 这个涂鸦引擎的变动自由度 那有了变动自由度之后 这个涂鸦引擎的开发者的提供商 就可以实现 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的这个美好的商业模式咯 好在这里我们一样再做个复习 来做个铺垫 EIT造型本身具备有重复组合的特性 这意味着我们很容易的组合出多层级的EIT造型 那组合的这种组合的方法 建立两层或多层的EIT造型 我们有说过了有两种途径 一种途径叫巢状的结构 也就是在上层的EIT里头的T 把它建立一个内部的小EIT 就叫做巢状的EIT结构 那么当上层的T跟下层的E是同一个的话 那就变成了典型的两层的EIT造型的体系 那另一种做法呢 就是针对这个EIT里头的I跟T中间把它插入STOP 就自然形成了两层的EIT造型 这是上一节已经介绍过的技术咯 现在我们就要把它运用到我们的涂鸦这个程序咯 那我们就来从传统的类造型的面向对象的这种设计方法来出发 然后呢 基于这个传统的设计的这个结构 以它为基础 我们再来应用EIT造型来寻找 来设计以及来表述它潜在的这个接口 好 然后就可以建立出多层级的EIT造型 以及多层级的这个框架 好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涂鸦来做个传统的系统分析 传统的架构设计 所谓传统就是从类造型为出发来寻找这一个相关的类 那么我们就来基于这个MVC的概念 这个思维 当然要做这一个OOAD的方法有很多 那么这个是我采用的在这个例子当中采用的一个视角 就是以MVC来看它 那我们就找到了这个Model的部分 就是先针对Model的部分来找 所以找到了这个涂鸦的引擎 找到了记录 涂鸦的轨迹的两个基本的类 然后呢 就把它形成一个EVML 也就是OAD的类图 好 那这个类图呢 就是有一个叫Scribler 就是我们的涂鸦的引擎 那涂鸦的引擎里头呢 包括一个List 这个List的包括一串的点 就是我们画曲线的时候的这一个 线段的点 这个点 把它记录起来 就变成一个轨迹啦 变成一个轨迹 OK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点 把它记录起来 那么 还有把时间 等等都记录起来 那就会 画出一个这个新型咯 画出一条 一个键号咯 就再画另外一个新咯 OK 等等的 就可以画出来了 它就是 把这个轨迹上面的点 都记录起来 所以要有一个List 一串的点 来记录这个画图的轨迹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画图的引擎 就是涂鸦的引擎 当你下笔的时候 移动笔的时候 都会做一个记录 记录出来之后 你可以重新的播放 播放的时候就是依照这个记录 再把这个点呢 重新画一次给你看 而且 包含里头的时间 所以这个点 每一个人记录的就是 它的坐标 xy 以及呢 它到底是 这个下笔 还是移动 这样子 所以呢 这就是 到底这个笔尖目前 有没有 这个是接触 画面 还是离开这个画面 然后再来 这是 answer 再来是 时间点 所以在每个 dw point 这个点当中 记录的 这个五项的属性 所以xy 就记录的 轨迹上 小线段的端点坐标 m type呢 代表的是 提笔中 还是下笔中 ok 那m color 是 代表目前 所选的 原 answer 然后 m stamp timestamp 代表 从一开始 到 目前这一点的 时间的距离 时间的距离 那scribler呢 里头就包含 一连串 有一个list 来储存 这么多的 端点 那 这就是 我们这一个图 就是 scribler 跟dw point 过程 我们的最基础的 model 的这个架构 好 那这个0型呢 表示 这里头 包含 很多很多个 这是n的意思 啊 就是我们包含很多点 因为一个图形 会有很多个点 好了 基于刚刚的图呢 我们是针对model 现在呢 就针对view咯 那那view呢 就会画在这个画图的画面上 画在画面上 那目前呢 暂时 并不是以类的角度出现 啊 这里因为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还没有决定 用哪一个类 来做一个画面 的一个呈现 OK 好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 继续的 来看 这个 当我们考虑到画布 就是说 我们知道要画在画布上 到底这个画布 要用哪一个类 来呈现 到底是一般的view 还是说 这一个 surfaceview 目前 还没有决定 只知道 是caras 既然有了caras之后 就 会想到啦 这一个绘图器 还有 也就是painter 跟color 两个类 所以呢 因为scribler 自己不做画图的动作 他会委托给painter 或paint 这个类 来画图 那么scribler呢 只是把他记录的 这一整串的 这一个点 把他交给paint 请他来画出每一个点 请paint呢 将这每一个点 画在这个萤幕上 另外呢 用户可以 从这个颜色的 调色盘中 选择他自己要的颜色 那就是 构成一个 整个model这一边啦 这个整个 都是属于 这个model的部分 这一边 是属于view的部分 ok view 只不过是提供个画布 然后呢 把他投射在 硬件的屏幕上 那这边是 由这个 画图的涂鸦的引擎 来记录 这一个 轨迹的 端点 然后 由这个script 来决定 他提供多少 answer 给用户来 选择 那么 也由这个model 来决定 用什么样的 一个 画图器 来把 这一个图形 画在这个画布上 ok 所以就 这边是一个model 这边是一个view 那么 这个就 构成了 我们 在这一个 oad 所重要的产出 那么 之后 再加上 UI UI 现成的事件的处理 例如说 有activity 这个我们 这是 跟enjoy 特别有关的部分 这是activity的部分 我们在这里就暂时不去 显示出来 我们只着重点在这里 这个是 针对 control的 就是c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呢 是针对用户的事件的处理 那我们在这里就暂时不把它显示出来咯 好了 那我们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传统的oad 把它 产出的这样的一个 以类为基础的架构设计 那这里呢 我们 啊 接下来 就是要定义 这个model跟view 之间的这一口 这是view 这是model 但是在这个图当中 并没有凸显 它的这个 所以从上图可以看得出来 基于类造型的设计 凸显的这个类 跟关系 就是这个 啊 这是一个空心的 这是 黑色的菱形的 啊 那 这个黑心的表示 这个point呢 跟它 是同声共识 也就是说 这个 像一个汽车 如果汽车报废了 它的引擎 它的座椅 它的车灯 可能跟着报废 所以这表示呢 这一个啊 啊 汽车的跟引擎之间 跟车灯之间是黑色的啊 啊 同声共识 那么 汽车可以包含 这个人 那么 意思说 汽车报废的 人还在 啊 所以 这一个零行 空心的零行 表示 它之间 并不是同声共识的 它只是 暂时 包含在这里而已 ok 还有 一个车灯 只会属于一部汽车 但是 一个人 可以隶属于很多汽车 啊 所以呢 这个人可以开很多车 所以 这一个零行的意思说 啊 这边 还可以参与更多 这边 只会隶属于一个 因为 啊 这是 它的一部分 啊 譬如说 人 那么 有一只脚 啊 人有两只手 ok 人有两只手 这个手呢 它是隶属于这个人的 啊 这个人的死掉了 那这个手就死掉了 啊 那这个手呢 它不会 啊 跟另外一个产生关系 因为它是单独属于它的 它专属的东西 那这个就不是专属了 就像 一个人 那么它有车子 一个人拥有车子 或者一个人拥有铅笔 啊 但是这个铅笔呢 等一下可以属于另外一个人的 所以这个叫做 空心的菱形 啊 就是 一个人 拥有铅笔 但是 这个人 啊 离开了 这个铅笔呢 可以属于另外一个人 啊 它的 生命 并不是 同生共死的 那这个 黑色的菱形 是属于它专属的 ok 好 那就是说 我们在传统的 系统分析跟架构设计 那么 非常的重视 这个类 也非常重视 类之间的关系 但是 偏偏将 接口 隐藏在类跟关系里头 这个时候 我们 就可以 充分的应用 EIT造型 啊 来 图显 来寻找 来表述 我们的 JCO 我们的JCO 所以呢 由于 这个 model 跟view 是可以分离的 这是MVC的基本概念 因此呢 告诉我们 在这一个 啊 画面 这个view 跟model 之间 显然有隐藏着一个JCO 因此呢 我们就 在这里 放一个 EIT造型 啊 因为 因为这是 view 这是M的代表 所以 这之间 隐藏了一个I 所以呢 我们就找到了 啊 隐藏一个I 我们再加上 E跟T 两个配角 就构成一个EIT造型 因此呢 就可以清晰的 啊 应用两个配角 来清晰的表达出来 EIT 因此呢 我们就 啊 在这里 放一个EIT OK 那么EIT 马上就会想到 谁来写ENI 谁来写T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就是啊 啊 从这里就可以来 考虑咯 啊 这个EIT 到底谁来写 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以前的IJT 也有遇到过啦 IJT的时候 IJT提供ENI 我们来写T 在这里 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 应用Android的 SurfaceView 跟Callback的这口 所以这里就提供了ENI 啊 应用了既有存在的 这ENI 我们只要写T 就可以啦 那就是EIT OK 啊 那这样子 有了EIT之后 就变成两层 两层咯 上面这里叫做框架 这里叫做APP 叫做APP OK 所以EIT 就把它切成两半 一半叫框架 一半叫APP OK 那这就是单层的 啊 单层的EIT 创造的单层的框架 所以呢 这个上面这个图呢 就是EIT的标准造型 那么EIT 有另外一个变形 啊 就是 把这个J口 里头的函数 啊 把这个J口 把它并过来 啊 并过来之后 就变成是 这个关系 就变成是 扩充的关系啦 OK 因此呢 上面的图呢 就把它并进来 就变成这个样子咯 好 那么 并不是完全的并进来 在这里 这个又是比较特别的 它这个J口 还是在 只是说 它又接了这边的抽象函数 啊 这边有自己的J口 那 由它来 接这个J口 又接这个J口 OK 那这里有这边的J口 那这边有这个J口 OK 那这个也是 EIT的另外一种变形 啊 另外一种变形 好 再说明一次 我们之前提到过 这个是EIT的一个标准形 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I跟 并进去这个E 啊 并进去这个E 好 那就要变成扩充的机制 OK 那另一种就是 啊 这边也有I 那这边也有 这个时候用一个T 那就来实现这边的I 又实现这边的I OK 啊 那所以上面的T呢 有时候呢 如果这边有I的话 那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OK 所以啊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啦 这就是单层的EIT造型 来支持呢 这个啊 这种单层的EIT造型的架构 支持的单层的 这一个框架 啊 单层的框架 因为EIT造型 它是一个代码层级的造型 所以可以直接对应到这个代码 就是这个I 就直接对应到Java语言的interface的关键字 这边就直接对应到Java语言的class 这边就直接对应到Java语言的class OK 所以呢 这个 就直接对应下去了 那么上面这几个类 都是 都是Android已经定义好了 Surface View Paint 或者是Paint 或者是Color 都是Android已经定义好的类了 我们就不用再开发了 那至于Scribler 跟Point 跟My Surface View 就是 啊 这个 Point Scribler 还有My Surface View 啊 还有 这一个 啊 控制的部分 就是Active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写的 因此呢 我们就来建立一个Android的Project 里头呢 就写的 这三个类 那么 在这一个里头包含了 这一个Point OK 好 那这就是 我们的代码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这个代码还算简单 所以暂时就省累了 我们待会呢 稍微对它做扩充 比较复杂一点的代码 我再给你展示它完整的代码 OK 展示完整的代码给你看 那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暂时省累咯 那么 也暂时在这里 先休息一下 谢谢